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跳舞的过程中,经常会忘记我们的四肢末端,也就是我们的手指尖的位置,是如何去跳的,是如何去用力的。 首先呢,我们今天呢,告诉大家,如何去翻腕,手指尖在跳舞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把手腕翻出去的。 首先呢,我们说一个像从里向外的一个发腕,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手呢,打平,兰花纸捏住,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尖去向上带,然后从我们的手腕的内部去带,带到下方,然后再往上用手指尖挑上去,看到没有? 那我们一个翻腕,完整的就做完了,那我们在跳舞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是把手指尖摆在这里就可以了,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手指尖的动作,我们在跳舞过程中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肢体的末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能够给我们带来舞蹈的韵味。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摊掌手,我们的摊掌手呢,是我们的从里向外,向下的一个摊掌啊,一定要记住我们摊掌的手,掌根是微微向上托起的啊,就手指尖向下,那我们的手是如何去摊的呢? 好,一定是在我们的山榜手的基础上,然后把我们的指尖呢,从里向内悬,悬到下方,再悬到正上方的指尖好,然后向下摊开,指尖向下摊开,用我们的指尖去带着它往下,我们掌根微微托起,这是我们的摊掌手。 好的,我们今天呢,把我们两种肢体末端,手部的绕腕和翻腕交授给大家了啊,一个绕腕呢,一个摊掌。 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手指尖在跳舞的时候,也是要游刃有余的去跳,而不是摆在一个造型上就不动了。 好的,想学习更多有关古典舞的知识,可以去我的专门课程进行学习,那我们下期再见。